嗨 皆さん こんばんは 今日は ここに あの えー へだこ ここに どこですか スムジャジャン どこですか どこですか 這裡是伊根 ここは大阪です 今 の え イネ イネです 小師把會的單字都說出來了 我會的超出你想像的好不好 所以本來想說要偷懶不要那個 拍直播的 後來就把老闆娘 拉下來開一下直播跟大家問好一下 坐公車 坐公車剛好而已 欸很窮很苦好不好 只能坐公車而已 坐公車加走路 我跟你講啦 接下來要拍旅遊節目了 沒有開玩笑的 我今天是先拉他下來做準備 為什麼要做準備 做什麼準備 野外露出準備 不是野外露出 就是那個 螢光幕前露出的準備 嚇死我了 上次去晨騎在旅館吃長腳蟹吃到怕 呵呵呵 明天換我去吃到怕 欸 不行啦 不知道那個泰山有沒有在偷看我們直播欸 他會不會還想說下個禮拜有沒有東西好撿 因為我們這個最後都要撿到那個Youtube 所以我們還是要聊一些跟車有關係的事情 那你聊啊那我去旁邊 跟大家聊以前我開過的車好了 啊 你應該都沒有記憶 很舊的冰刺 Supra我路上還沒看到欸 我想說喔 自駕以後等有做好心理準備再加 你知道 我覺得那個 換邊就很奇怪 我真的每天在做重複的事情 啊做每一件事情 姿勢動作習慣都是重複的 呼呼完叫我換一個姿勢我不太會 就是 我就是 換個角度就怪怪的 他會跟你說 我當然知道他有導航啊 你不會說今天開頭要說 大家好我是筷子老高 大家好我是筷子老高 好不好 小狗咧 力氣咧 力氣咧 怎麼沒有力氣 樓梯的光線好美 我們的神獸汪汪不能來日本 對啊 好想帶他來 我把那個像素稍微調整一下 設定調整一下 結果 老闆娘就跑了 處理也太快了吧法蘭基 你知道這樣的時間 連充血都來不及 哈哈哈 謝謝Steven 像拍這種影片啊 我們真的 我有去計算 真的整整拍了兩個月 然後因為 其實也沒有辦法太細緻的跟拍 我每次來講說 要拍這種 車子翻新的影片 我們沒有辦法派一個人 長期在這個車 比如說 烤漆打磨什麼 我們就一直在那邊拍拍拍 而且其實有一些修理場的師傅啊 板經師傅 烤漆師傅 其實都有點年紀 然後你知道有點年紀的人啊 看到攝影 都會處於一種很抗拒的那種 那種心態 對他們看到攝影機就覺得很怕 他覺得你是不是要來收證 還是要丟怎樣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拍這種影片的時候啊 我們是真的 蠻辛苦 而且我們平常有其他事在做 不可能一直跟在那個車旁邊一直拍他 跟大家分享就是 為什麼我們在整理車會比 你們去整理還要便宜 那是因為說 我們沒有給修理場時間的一個限制 因為有時候 你們直接把車丟去修理場或烤漆場 那他們會有時間壓力 那像我們 我們的車丟去 烤漆場也好 修理場也好 我們不會去催他 他們就是有空 他們做客戶的車 的這個 我們講 修行 修行 做工作 工作的中間的一個空隙 他們就把我們的車移進來 弄一下弄一下 那這樣可以填滿他們 沒事做的時間 那他那個時間工時也是浪費掉 所以我們會去整理車會比較便宜的原因是 他們可以沒有時間的壓力 有空 在這個工作之餘 他們就可以來做我們的車 所以他可以給我們比較優惠的一個 修理也好 整理車的價格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知道他什麼時候要做我們車的哪一個部分 然後就趕快衝去拍 就算他告訴我們 我們也未必那個時間點是有空去拍的 所以就是其實要拍這樣子的影片 真的是有一點困難的 對啊 我也很喜歡那樣的影片 問題是 那個成本真的很高 再來一個就是 我們花這些錢把這個車整理出來 我坦白說 剛剛在看的時候也有一個人留言 就說 這賣怎麼可能賠錢 我有時候 我真的聽到 不是在這個行業的裡面的人 講這種留言 我們都會覺得說 你沒有做過一件事情 然後你就不要用那種很膚淺的眼光去看 說 他那個這樣整理起來 怎麼可能會賠錢 只是賺少一點而已 這麼好賺 我不做就可以賺了 我為什麼要做這麼多 然後再來賺 我賺得那麼辛苦幹什麼 剛剛這個網友留這句話 讓我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很久很久以前 那時候的中股車的那個稅務 稅制還沒有開始計算的時候 其實我是第一批去國稅局 就是去跟他說明說 我們在做這個行業的稅務該怎麼抽 那時候 國稅局裡面的一個承辦人 他就丟了一句話給我 然後我當場我就跟他翻臉 他就說 你這個車就是買回來看賺多少錢 你就跟我們報 我們就給你抽稅 我說那照你這樣講 那我如果賠錢的部分要怎麼辦 他國稅局的官員就一臉很不屑的樣子 看著我說 怎麼可能你們賣二手車怎麼可能賠錢 大概就這種臉我不過分 我媽當場我就火了 我就在現場我就指著他 我就講說你在講什麼話 那你是不食人間煙火 是不是 你沒有做過生意 做生意沒有賠錢的 你的字典裡面做生意都是賺錢 而且賺很多 反正我覺得有時候 人家說換一個位置換一個腦袋就是這樣 你在不一樣的職位 你真的不要用你的很粗淺很短淺的眼光跟你小小的腦容量去思考別人的行為 我覺得很好笑 除非你真的自身在那個行業裡面 你再來跟我講 賺錢賠錢的事情 你說如果是一般消費者時間拉長的話 會變絕對嗎 會啊 你如果跟老闆講說我不催你 你算我便宜一點 我覺得他是會給你便宜的 對啊 反正有時候我們在做這個事情上面 還是會有一定的難度 我覺得這種東西 人體諒能了解人就了解 不能體諒不能了解人 永遠不能了解 今天我怕我們泰山沒東西撿 我還是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就輕鬆跟大家聊一下 本來我在想說開這個直播就是跟大家聊聊天 本來想說來日本就不要開了 想說還是聊一下 翻新CT有鑽頭嗎 我覺得應該沒什麼鑽頭吧 因為8891上面更新太慢啊 累眼是要收啊 車漂亮的收啊 聊一下以前開過什麼車好了 你有印象什麼車 有繼續這個話 對啊 印象什麼車 我看你都忘光了吧 我覺得有時候那個 交一個女朋友對車美感覺也不錯 就是你改了什麼東西 你花了什麼錢 他都不會過問 我覺得這感覺是不錯 對30年左右的車了解嗎 不一定耶 也是要看運氣 其實以前的二手車行 比較少有那種觀念 就是說我們要親自去測試啊 以前其實沒有這種觀念 我覺得這種觀念 據我自己認為是 至少我覺得是從我開始 現在小試汽車所有服務人員一樣 所有車我們都要親自去測試過 因為我認為說一台車你如果沒有自己測試過 那個是要幾十公里上百公里的那種 以上的那種 我們才稱為測試 有開過高速公路 然後有篩過車等等 那個才叫測試 保護車我比較沒機會拍啦 因為其實很多車我都很想拍 包括齁 其實我店裡面有一台K8的Gube雙買 我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覺得越冷門的車 越專業的車 我必須要這個 知識專業能力要更強 才有辦法去拍 不是隨便講一講就可以 所以其实大家认为说好像小师有时候拍的影片随便干话讲一讲 可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功课 对这个车有深入的了解或是真的有一些经验才有办法跟大家分享 不是随便拉再拉一拉就可以讲 哎谢谢啊谢谢对车有兴趣很好 预约还原大灯朦胧服务 可以啊你那个私讯粉丝页就可以 喜悦汽车友啊以前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跟GTi一样那叫什么Ebisa啊 我那个年代是Ebisa Odyssey我上个月才卖一台啊 这个月11月 哦11月啦上个月我11月才卖一台Odyssey 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有车啦 那我记得我出社会考到驾照第一台车是那个大巴的MI16 你知道那个DM上面啊四门电动窗 就是一个配备 现在他妈什么跟车 上面车道偏移辅助什么 以前四门电动窗就是一个配备 旅圈就是配备 防盗中控所那个就是一个配备 以前要手摇窗的时候 1300cc的大发MI16 我印象很深刻的 喷射引擎 对防盗要加价P也要加价 小诗哥喜欢坐双B吗 喜欢坐双B 听讲到双B的感觉 喜欢坐双B嘛 对坐双B 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二台车就是 退伍回来我就去买了 K8 三门喜美被骗了 事故车嘛 被骗了之后我就换那个MATIS 其实哦 我很讨厌韩国车对不对 我还真的开过韩国车 我开过MATIS 首排的 那时候是大雨汽车 那时候还不是 还不是台硕的MATIS 它是旧型的大雨汽车的MATIS 那是我的第三台车是首排的MATIS SRX有要拍啊 SRX有要拍啊 Odysse买二手的 其实坦白说不是太建议 因为折价真的不高啦 你如果现在去原厂认证中五车看 Odysse新车价165万 2015年他们都还卖在120万左右 所以等于说已经四年了 165万才45万的差价 那你再加上165万是新车定价 它还有再便宜一点 还可以折价 所以你看四年多的车 折不到50万才折40万而已 那个车我觉得真的很贵 然后MATIS黄色完之后就买了一台 1995年的Lancer 那个算几代啊 就是那个成龙的那个霹靂火火哥的那个Lancer EVO三代的那个Lancer Toyota好像有哦 我一台台讲好了 我回想一下跟大家聊 大家有兴趣我们再深入 之后我就买一台自排 我记得那时候是墨绿色的自排Lancer 你讲阿新那台就是Lancer 知道 对 我那个年代很好玩 我在车航上班嘛 那我开一台自排的Lancer 然后我就去把它烤成黑色 然后改那个火哥EVO的大包 前面要圆的大雾灯 后面还是很大的尾翼 后来啊 我有一个同事买了一台Libra Libra就是当时五门的Lancer 手牌的Libra 然后我就跟同事说 诶我可不可以跟你兑换变速箱 哇同事很高兴马上答应 我说我出工钱 那我们变速箱兑换 那我的车就变手牌 那为什么他很高兴的答应 因为那时候自排车的价格比手排车高 对啦博乐啦Libra 后来就是同事也很开心双赢 然后完了 接下来就是记忆就有点比较薄弱了 因为后面的记忆就比较零星一点了 我大概就就我的记忆讲一下 我后来还开过MX6 马自达的MX6 有一台双门跑车2500cc的 那那台车 为什么我后来换那台车你知道吗 因为以前刚开始本来在车廊上班 是在卖车当业务 那后来开始转采购 转采购的时候就去估了一台MX6 很开心 哇第一次买跑车有天窗 然后那个门无框玻璃2500cc的 那时候MX6妈很屌啊 结果买到泡水车 本来是估回来要赚钱 结果被老板骂 说你孤身为什么买泡水车没发现 6000 结果就只好自己买下来开 好不好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行业要付出的一个成本 那MX6有问题 我这泡水车为什么不要买 我们自己都以身试法过了 然后之后陆续我还有开过 6N的Polo 6N的Polo大概是1996年的Polo 然后那时候是1600cc手排的 然后那台车也花很多钱 那台车在北二高也掉下过 在隧道里面忽然熄火 后来是发电机坏掉 做脱吊车 然后之后又开过 ROVER的220 ROVER220就是当初一台 它好像是跟雅各共用底盘 路滑的一个车子 当时的路滑 它有216、220 那216是1600cc双门的 然后它有全景天窗可以拆掉 变成T-bar就变成上空这样 220是2.0的渦轮引擎 当初就有200P吧 2.0渦轮 那台车也花很多钱 我其实很多车都花很多钱修 我觉得你自己开的车都花很多钱 对啊 我这个人 我自己开的车都花很多钱 每一台都回来 然后都先弄东东西弄东东西 然后都过于整理才能开 对啊都要整理很久 像凯迪拉克大家都在问说 SRS什么时候可以开 我跟大家讲还在整理 金箭鸟我也有难过 PROBI 对然后当时有416 ROVER416 416就是跟这个K8引擎 你几乎都是共用 之后开的车 可是我从来没有那个 没有记忆中说有标洽 很少啦 很少 你只要整个检查过以后不太会 但是我其实 像刚有人讲说 不要买二手车修复完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看 很多人都说 我朋友说怎样 我朋友说怎样 我说实在话 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你遇到的二手车伤都不一样人 其实我觉得很多消费者 他出社会人生第一台二手车都不买 他就很爽 他就一直连续换第二台 第三台 第四台 都换二手车 他就有很好的一个二手车的经验 对 可是有些人出去 你讲难听也 你他妈你就贪小便宜 你都去买便宜 你撞枪问题很多 然后你再来跟你的朋友讲说 二手车不要买 我跟你讲 二手车怎样怎样怎样 我觉得有时候常会有这种情形 他这大家都看原本 他有钱买新车 就都去买新的就好了 对啊 我也没有说 二手车好棒棒 买新车也不错啊 我想难听一点 我有钱我也要买新的 不要买二手 对啊 买新的最棒了 什么都要新的 洗一洗都是新的 你说哪一个部分 你说你 如果你或者说是啊 诧不pers 小师少喜欢 我跟你讲 我喜欢计腳踏车 屁欸 他只要坐得椅子够大 更加软 更加舒服 然后不要在那边弹跳 他都OK 底盘不能低 底盘比较太低 底盘低是那个雷 对啊 所以我就说 你看 为什么不开 哈哈哈 後來我就開始有嘗試著開一下進口車 所以我先開了一台325 136的那時候是136 1992年的325 325雙買的 然後之後又換了C class 1997年的C class 280 我記得你很長 白色的C 280 你很長一段時間都開很老很老很老的車 我跟你講這就是為什麼 你很喜歡開很老 不是我喜歡開很老 是因為沒錢 哦哈哈哈 我跟你講 沒錢的時候怎麼辦 沒錢又想裝B對不對 買一台稍微特別的老車來開 或者就可以裝一下B 或者是你以前小時候很想要開的車 然後現在終於可以開 小時候沒機會開的車 是不是剛好就可以開了 280我印象很深刻 280也是花蠻多錢改的 凱燕有機會可以買看看 那台C 280我印象很深刻 那台C 280是 那時候還方登舊款的 那時候還改什麼 HIGH CAM啊 然後18吋的大餅電鍍鋁圈 那我印象很深 整個AMG大包 那台車我曾經在 夢到 有一次我夢到 哈哈哈 我做夢的時候夢到我開那台280開到快300 我再想啊 我賣假 欸這幾年前的事情 幾年 可是我覺得應該你沒在旁邊 幾年 你在旁邊怎麼可能讓我這樣開 他旁邊是誰 搞不好沒人吧 搞不好 像 誰啊 像會被4吃掉 那誰啊 我哪在像沒有人啊 自己吧 你賣假 完蛋了 好喔 自己說出來了 很 我跟妳講啊 妳賺哪個女生 忍耐開到300 搞不好就是會有女生超愛 越快越HIGH 對對對對對 對 然後越快越高潮這樣 最好是有啦 不要放閃 而且很短的時間啦 我印象喔 我做夢的時候印象 你有來嗎 從那個北二高的那個新店隧道一出來 就是下一個隧道是那個中和 中和隧道 就是安坑啦 安坑交流道 就是從新店那個交流道一出來就是安坑那邊 開始 然後油門加下去到過Toyota那個很大間的安坑那個Toyota旁邊 然後要到下一 才剛過那個 那邊都有埋伏一個警察在那個橋下面 安坑交流道都有 才到那邊就差不多快這樣 那速度超廣 加速距離很短 我那時候開那裡就很爽 然後C280之後我就開什麼車啊 接下來就很零星的記憶了 可能接下來擁有的時間都沒有很長 再來可能就西美的SI啊 有一台我印象很深啊 它是那個印地瓜 Integral的 它的代號叫DA9 DA9是這個方燈的 然後前期型的B16A黑頭的引擎 那台車是我從報備廠門口救回來的 就是它已經被一個老伯伯開去報備廠的門口 然後它準備進去環保回收廠 辦理這個報備相關事 然後我一個朋友剛好在報備廠門口看到 馬上就聯絡我 然後我馬上就叫它把它救回來這樣 沒有那C280還沒有機械增壓 改那個電腦跟高角度拖輪走而已 就很快了 第一次的車印地瓜然後也開滿久的啊 它的配色像那個AE86一樣 就引擎蓋黑的扁扁的啊 之後都很靈心的啊 我還開過什麼車啊 顏色比較特別是鵝黃色的啊 Mathis啊 Mathis那時候是鵝黃色的啊 有嗎有這台車嗎 有 那時候很久那時候搞不好還沒 還沒做過 我還沒出生 沒有那麼誇張啊 有差那麼多歲 它反正那台DA9之後 其實天王星我也開過一陣子 獨特天王星我也開過一陣子 然後我還有開過那個 以前馬自達喔 有一台它叫626 Cappella Cappella我也有開過 Cowa Carola我也開過一陣子 然後大概2000年左右的GS300 我們結婚的時候 我們結婚那陣子開了那個GS300 灰色的 結婚的車有沒有 理車有沒有 你有結婚過嗎 我們有理車嗎 有啦 GS300 你們那有理 其實這樣算一算 其實忽然這樣想一想 車其實有開過蠻多種的 你看很多種啊 啊好 我還開過130 318手牌也開過 大概就開過這些車了啦 K6 Coupe我也開過 K6的Coupe 就是雙門的K6我也開過 還有一台蠻屌的 我也蠻喜歡的 Ponto的GT 那台也是二黃色的 我印象很深 Ponto的GT那時候是1.4的波輪 然後是手牌的 然後到後來我也開Ponto HGT 菲亞特其實 你知道 沒錢還裝B 就是要開 義大利的車 因為義大利的車 你買不起法拉利 但是你買得起菲亞特 所以我開過菲亞特的 GT HGT HGT HGT是1.8自然進氣的 那GT比較舊 它是1.4波輪 還有 Coupe 菲亞特 Coupe 也是手牌的 我那時候開是16V的 後來還有20V的 我跟你講 我今天講這個 年輕人完全都聽不懂 所以那時候沒有錢 就要開一些這個 很冷門的車 覺得自己像是 也買了一個義大利的東西 這樣 拿玻璃啊 還是 這樣至少 離義大利近一點 好不好 你以前有貼過一台車 然後它是 它的廣告 然後是一個別人 喔那個是500 菲亞特500 就是菲亞特 這之後你有開過嗎 沒有啊 我有機會我一定要買一台 就是現在還是買不到 我不是買不到 我是沒錢買 那好貴喔 喔那一台小小的 七八十萬耶 是喔 對啊 二手的 不會 喔愛快我也開過 愛快我開過那個 146 愛快的146 147 我很喜歡147 但是我沒機會開過147 那156我也有開過 146跟156 而且我印象很深 我那台146也是手牌的 高轉速引擎 那台是幾cc 我有點忘了 好像是1.8 我那台146是1.8的改2.0的引擎 還有那台車賣給一個醫生 我都很喜歡開一些怪怪的東西 以前很多車喔 我跟你講 你們年輕年 我現在講一台車 看你們有沒有人知道那台車是什麼 有一台車叫做雷鋼薩 雷鋼薩 有誰知道是什麼牌子 如果答對了 我送他禮物好不好 裡面有買了那個交通平安的服務 看誰先回答對 不是Google喔 不行這樣子 對不能Google Google 我跟他講雷鋼薩 他們也Google不出來 誰答得出雷鋼薩是什麼品牌的車子 我就送日本的禮物 來來來 這個今天去 保平安 對保平安的 能答得出雷鋼薩是什麼廠牌的車 小禮物就送給他好不好 日本的小禮物 有人答對了 DT章 大禹的 沒錯 所以DT章這一定也是老屁股 好啦我們今天有聊一下以前的車子 應該這個 啊薩巴我開過啊 9000 薩巴9000我開過 我自己其實以前我有一陣子 很喜歡薩巴的900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屁股這樣 很像保時捷的設計 可是 我那時候想買的時候沒錢 然後我現在應該買得起了 可是我又沒有空整理了 所以我就 又放棄了 有些人你知道嗎 一旦錯過就不在了 有沒有 沒有 就是沒有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 大概就是這種 你有這樣的人嗎 沒有 有這樣的車 沒有這樣的 就是你 你很喜歡他的時候你買不起 啊等到你買得起的時候 就覺得他還好 也不是啊 就是就覺得 還好 對要忙別的事了 有些老車不是說我們錢花下去 就一定整理得好 而是你還要花時間去找那麼多的材料 所以很多人在問我說我之前我跟我老婆拍過一集那個Selica那個有沒有 就是那個跑車眼睛會掀開的那個啊 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整理 其實那台車整理不是問題 錢也不是問題 而是我沒有時間去上網去找他的材料 那個都要上日本網站上美國的eBay網站去訂他的材料回來 對那個車在台灣的材料已經沒那麼好找了 唐蒂克我也開過啊 唐蒂克那時候叫Firebird CLK開過 CLK開過 大小眼的CLA開過 林肯夭壽 雪鐵龍喔 欸有開過雪鐵龍嗎 殺手啊 殺手我開過啊 標誌 標誌我有開過嗎 標誌我有開過 我有開過標誌406 然後2.0的 然後我把它改成手排的 我以前很喜歡開手排車不知道是什麼 現在偶爾開可以 每天開其實 因為我很喜歡開車 吃東西啊 幹嘛幹嘛幹嘛 所以現在手排有時候 有點困擾 沒辦法 也是可以 到期沒開過 別客有啊 別客開多了 別客Rigo 舊款新款的 還有那個 呃 我現在 我現在也還有那個啊 倫道夫啊 雷諾 欸我真的沒開過雷諾 雷諾這牌子我沒開過 因為以前老車太多沒機會遇到 然後他新的那種game我就好醜 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追過這個牌子 對啊 標誌406 那時候就是因為終極差症 所以開過2.0手 不過那還是自改手 TWINGLE 欸 TWINGLE我沒開過 但是TWINGLE我年輕的時候也很流行 沒有錯 喔紅龍我很喜歡啊 紅龍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現在我 手排賓士還在嗎 我有手排賓士嗎 我手排賓士嗎 阿扣著 喔 那台很少啊 現在快都快 報廢光了 DELTA我沒開過 那個根本就是夢幻異品 沒有開過 喔 AXS手排啊 我都忘記他 賣掉啦 賣到那個埔里去啦 CAMELY 阿扣推哪一台 10年車我會開雅各 這是純粹個人喜歡 我喜歡雅各 我覺得不會開CAMELY 那個開出去真的變爸爸了 人就已經長得夠老了 還開那個 下來人家想說你是計程車司機 靠腰 所以真的好嗎 自己喜歡就好啦 折價高的中古車很優惠 因為很奇怪啊 你已經享受到人家折價很多給你的優惠了 那你賣你還想要好嫁 不合理嗎 你混到黑人來說 你看起來真的很年輕 黑人 黑人我覺得很年輕 你還都混了 混到黑人 22歲 天文人 沒有很多剛出社會 你看我剛出社會開的也是MISU 那是媽媽的車啊 我跟你講我那個年紀齁 有車開到哭了 我那個年紀 對有車開到哭了 可是我跟你講你如果開才K69倍 我跟你講你馬子換不完 你是靠車子嗎 但我們不是靠車的啦 我們這種對不對 我們就算騎U-Bike 女生照樣後座坐上來 欸U-Bike有後座嗎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是 通常就是褲子 假裝不小心滑下來這樣 女生就都來了 那個沒有辦法 對 那跟車是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靠的是通往天堂的鑰匙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是因為這樣子要跟你吹起的 我們靠的是 帶領女生通往天堂的那隻鑰匙 好不好 請和我一起吹響天堂的浩獎 車上公布收購駕駛的怎麼看 我沒有怎麼看啊 我覺得這是人類的一個台灣社會的一個很合理的 大家都想要去窺探一些所謂的秘密 那個東西基本上我覺得 我那一陣子在做這些 孤測這個東西 我只是在測試一件事情 反正台灣人就是喜歡看驚悚的表題 觀眾太好操控了 喔太陽轉那時候也很Chill啦 對 那時候那個年代如果可以開太陽轉也是 也是馬子換不完 不會啦我覺得就是這樣喔 我如果今天我們 只是要求的只是一個流量的時候 我們就是 重複的一直不斷做這個事情 點閱率一定不會開 有一天我缺錢我就每天都來做這個事情 保論怎麼追到小獅少點閱率也不低 我跟你講我怎麼追到我老婆這個東西 我要等我走投無路的時候我才要做這個話題 我只是說你每次都說是你的褲子滑下來 褲子滑下來就來了 褲子滑下來就來了 我在這邊正中山 你不要亂講話 我在正中山 你以為你是死蛋那個嗎 不是 現在對外疑慮我們就是統一口徑 就是我褲子不小心滑下來 然後他不管看到 我沒有啊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 他們公布的收購價格是真的嗎 我怎麼知道 這其實就是好玩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欸好啦時間不早了 我們明天要早起 今天為了你們 好不好 上來攬一下迪賽 結果一直要聊那麼久 晚安啦 大家晚安 掰掰 拜拜 拜拜